这是 各位务必用真力滋养这精神种子 待它生长后与各位融合 你们的实力就会得到质的突破 另外 希望你们对此事守口无凭 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如此神奇 好可怕的精神种子 催动之后 竟能让我的真力提升一倍 我的真力竟然真得到了一次提升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恶 太美了 这 这真是后生可畏呀 这些种子中 秦辰的金色最佳 银色四肢 白色最墨 但 这只是种子的先天条件 最终 还是取决于你们今后对这些种子的培养 那秦达 那秦辰虽然得到了品质最高的金色种子 但我只要用更多的力量去滋忍 将来 未必就不能超越它 现在诸位身处的 是我古南都星空一局 参透局内功法和秘籍者 将得到掌控整个古南都遗迹的能力 掌控整个古南都的能力 前进吧 至于能获得什么传承 就看你们自身天赋和实力了 虽然是那秦辰得到了冠军 但看的是每个人的天赋和礼物 我就不信我会比这秦辰要差 我一定要得到最强传承 这一轮 我定要灭天 等待了多少年 终于 后继有人 我足复兴有望 即便无法领入功法 只要将来能彻底激活精神种子 我的坚守也就有了意义 这里就是传承之地 不是阵法 也不是符文 也不像是禁止 难道是某种秘文 好神奇的秘文 和禁止救援相依 不过眼前的秘文 似乎只是入门 什么 这么快 就看那秦辰 下面感悟如何了 难道这星空一局的传承考核 就是考验对秘文的领悟和理解 好深奥的秘文 不过这些秘文 怎么总感觉有些古怪 刚才那是什么 不管了 继续下去感悟 残缺的 看来这第六个事实 是检验我之前感悟能力的 感悟能力的 感悟能力的 最后您的感觉 感悟能力的 感悟能力的 感谢观看